早上大妈看到孔雀窝里不知谁产下了三颗鸟蛋 而这两只孔雀竟然并不想孵化他们 于是一脸疑惑的男子带着满怀的好奇心 准备把这三颗蛋蛋孵化出来 看看他们狠心的母亲究竟到底是谁 没想到这名男子为了图自己方便 居然把这个孵化的兼具任务交给了这只母鸡 然而不知这只母鸡是出于好心 还是误把蛋蛋认成了自己的孩子 他居然通通照单全收 可是由于他的肚子太瘦小 只能眼睁睁地遗留在外边一颗 于是男子为了保障蛋蛋能全部被孵化出来 居然做出了一个更加过分的请求 他竟然让自家的母鸡各孵化一只 这样不但可以保障蛋蛋的孵化成功率 又能知道哪只母鸡是否偷了懒 可想而知偷懒的那只母鸡 肯定就是男子下一顿的晚餐 不得不说男子这种损机不利己的事情 值得我们给他666走一波 没想到才短短孵化了数天之久 男子就已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偷偷对母鸡的成果进行突击检查 好在男子发现蛋蛋果然有了明显的变化 甚至其中一只已经有了蜘蛛网般的血丝 看来三只母鸡的命算是保住了 转眼又过去了几天 男子惊奇地听到了蛋壳里幼鸟的叫声 而他嘴里却嘟嚷着三只母鸡才是家里的功臣 臭不要脸 不得不说这三只母鸡活得比人还要累 对此朋友们是否也有同感呢 然而这三颗同父异母的蛋蛋 今天终于要破壳而出了 或许蛋壳那时在太憋得慌 第一颗蛋蛋很快地就钻了出来 只可惜最后这颗经过数小时 他都不肯钻出来 于是身为强迫症的男子为了一堵为快 居然手拿镊子准备人工帮他破壳 看着男子此颗心不慌手不抖的模样 我却为他尤为地担心 生怕男子稍微用力过大会伤及到幼鸟的身体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幼鸟很有可能在蛋壳内就失去生命 好在男子的付出并没有白费 此刻小幼鸟的身体已经成功地露出了一大截 而且它张开嘴巴的叫声 更像是感谢男子把他救了出来 许久过后 这只小幼鸟终于被成功解救了出来 然而看着这么可爱的小幼鸟 我一脸地怀疑它究竟到底是不是孔雀的孩子 如有知道的朋友记得评论区告诉我一声 是不是 节目 制作人 比如似乎 我不 вообще 刚好 差